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李国庆, 牛眼看港股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348点, 收报26,994点 成交上升到908亿 今天港股表现不错, 高开高走 有点像突破的迹象, 初现突破 究竟为什么今天会出现一个比较理想的走势呢? 可能是和大家关心的中美贸易战 美国吴嘉息, 内地的中京会 这些因素有关的 首先最知道的, 以知详情的 就是说美国已经联储局已认了息 认了息之后, 鲍威尔出来说 其实他暗示, 除非通胀有竞升 否则的话, 明年很大可能是维持利率不变的 在联储局17个官员里面, 有13人 预测2020年的利率是不变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即是他不会加息 因为近期, 美国经济的数据又比较强劲 星期五公布的失业率降到3.5% 这是50年来的低位 亦都从非农业职位增长 二十多万人超过预期 记得今年年中的时候 市场仍在担心 美国经济会衰退 利息会倒挂, 曾经倒挂过 但是去到年底的时候 因为他减了几次息 结果现在的经济又很好 很好, 反过来就怕加息 现在说明不加息 所以应该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其次就是香港方面 今天本地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大家都在等内地公布中京会开会的结果 预期应该是保住6 再加上今天有一些新经济股份做得比较好 刺激到港股上升 好了, 讲完一大论之后 牛眼看港股 今天以一个牛眼即是牛市的角度去分析这个港股 因为今天是一个初现突破 去分析港股的话 就是比较倾向只是好的方面 那不是说, 首先是声明 不是说港股没有这个负面因素存在 一开始要先强调这件事情 是有很多负面因素仍然都还在 不过暂时我们用牛眼的角度去看它 如果出现一些负面因素的时候 我们才再加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因为这样才可以看到一个中线 长线的走势会是怎样 好了, 我现在的角度 牛眼看, 是不单止是短线的 是短中线加, 即是说去到多少呢 去到2020年明年那个看法 如果用牛眼去看究竟是怎样呢 大家看看恒生指数的这幅图 那今天呢, 初现突破 今天成交回升的 平时我们这几天呢 是只有600多亿的 那今天去到908亿 那比较多了 大概多了4-50% 用成交额来看 今天最高那时见过27,048点 那冲了上来之后 最重要的是今天是裂口上升的 其实向下这个箭嘴指着这个 就是下跌裂口来的 11月28日和29日之间的下跌裂口 其实我们经济日报的文章 和这个视频都说了很多次 如果恒指收在这个下跌裂口之上 就是短线转回来做绿灯的 即是看好的 那今天一开波已经站在其上 跟着一路扯上去 当然是转了绿灯的短线 那几样东西 大家都知道那些10天 20天 50天 100天 那些平均线 全部都在这个水平的 就是这个下跌裂口 这个水平的或以下 那今天就是一口气冲破了 升了上来 所以今天是初现突破的 初现突破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推测 用这个牛眼去看了 再一次重新 不是没有负面因素 这些牛眼 只是今天呢 是很有bias去看 就是单方面去看 如果乐观的时候 会怎样的走势 不是说一定就是出现了 这些那么乐观的走势 因为中间还有很多负面因素 不过从乐观的走势 会怎样看呢 就是这样 第一步 今天收在这个下跌裂口之上 初现突破 那跟着呢 我们的上升体的目标呢 就不是27000了 因为今天都到了 而是这个呢 这里第一个目标 就是呢 之前这一天 11月26日的高位 27227 或者27228都可以的 因为445日 这个高位 如果它能够收在这个期上呢 就进一步确认 短线 那个绿灯讯号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买些 上破27227 就更加可以确认了 可以再买多些 这样 接着呢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这个 上升通道顶 大概28000区 这个之前这些高位 就是27900的 27900 那这个28000是大关 上升通道顶 大概2712 那这个随着时间一路上移的 那这个上升通道呢 都是几 可以说tricky的 几欺人的 它本身如果大家 就这样向下滑那条呢 就一定跌穿了 所以我其实呢 直我滑的那些呢 就全部都是用上高的2点 引伸下去 那它其实都穿过 一些 那些 如果现在来看 就可能是一个假跌破 那暂时用牛眼去看 那个假跌破 然后一路 希望它可以呢 突破27227 然后再上到大概2万8区 那不止 这个只是一个短线的看法 短线 就是说今天 初现突破 上亡大概2万8千关 上升通道顶是高一点的 那中线又怎样呢 我们看周线图 恒指的周线图呢 如果你看它呢 它那个 重要的那个位呢 就在30280点 就是今年呢 4月的高位 30280点 有没有机会呢 中线是有的 其实都说过 就是说如果中美签谋谈呢 就恒指有机会上网3万点的 那这个呢 就是 希望它 签得到 不加关税是第一步 然后签到个首阶段协议 是第二步 那如果签得到的 就有机会去到这个 第三个中线位 30280点 那去到这一度呢 就是回到今年4月的高位 而已 当时就是预期 就是中美 谋谈呢 是谈得成 签到个协议 那所以 其实去回到那个位 都很正常 那之后呢 牛眼看的话 再看得远一点的话 就 要当这个是一个箱底了 那当然它要 收于30280点之上 减呢 那个长线走势就好了 因为箱底量度升幅去到3万6 3万6 那所以再重申了 短 今日初现突破 最好升川27227 確认 今天可以买些 升川27227 再买些 短线的 上网的目标 是大概2万8千区 上升通道顶是高过2万8千 少少的 大概2万1 2万8千1到2万8千2 那跟着呢 中线呢 希望它签到这个 中美贸谈的首阶段协议的话 就有机会冲上3万关 3万关呢 其实上回到今年4月高位而已 那长线呢 这个呢 就真的很偶眼的了 就是希望它呢 突破这个30280点呢 出现这个箱底突破呢 就上网3万6 好了 那恒指是这样 再讲一下 国企指数 国企指数 其实情况都类似 今天都是初现突破 今天都是呢 突破下降轨 突破这个下跌烈口 那站了上来 升 去到1万0614点 升1个percent 那第一关 也都是 就是 11月26号 如果升穿10728 站在其上呢 就可以确认今天的升势了 那 那 短线那个上升目标呢 就是 11,100区 因为呢 这个就是上升通道顶 那样 大概这个水平 那中线的 就是希望它能够可以去回 这个 今年4月的高位 大概11,800 或者11,900区 事实上 如果你看短线这个 这个 国企指数呢 现在好像一个 头肩底形态 在这一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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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以去到什麽水平 今天時間關係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